我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 驻华代表 其对我国抗击规桥桥卷代表 各国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 各位我们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一道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始终把人民的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重要的指示精神 以尊重事实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 全身心地投入疫情的防控主机站 在病毒分离 社区的联防联控 支援湖北中西医病重 以及重症救治方面 进行不懈的努力 攻坚克难 我们仅仅用了一个多月 就的时间就初步地遏制了 疫情蔓延的势头 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取得了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的成果 疫情防控主机站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 赢得了全国上下 以及国际社会的尊重 和战略和战略 尽管新冠肺炎的疫情 我们仍然不能松懈 必须胜中如死 我们将与全国以及世界医务工作者 携手 在病毒素颜 切断传播 快速诊断 药物研制 重症救治 以及疫苗开发等方面 持续攻坚 努力为全球抗疫事业 构建 人类健康 卫生共同体 做出更大的贡献 健康所欺 性命相托 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初心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是我们医者的使命 有幸清理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 从弱到强的蓬勃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